我認為蔡總統如果跟賴院長見面 這也是合情為例的事情 這也符合黨內的程序 那我必須要講 現在其實所有民進黨的支持者 都陷入非常的天人交戰 可以說基層都陷入苦思說 不知該怎麼辦 我認為現在基層最大的聲音 不管是挺蔡英文挺賴清德 還有一股最大的聲音 就是希望蔡賴沛 如果在協調期 就有一個圓滿的結果 這個也算是走完一個出選的角色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現在如果說 就大家坐下來談 而且坐下來當面談 坦白講那個感覺是差很多 大家也不要想說 這個會有什麼密室協商 那重點就是說 大家這個協調的時候過程中 那有那麼多人在旁邊做一個見證 那彼此把內心的話攤開來講 我覺得真的就是坦誠相見 那至於最近很多的傳言 我自己都覺得很奇怪 包括說這個已經有擬出三套方案 三套劇本 這次4月10號的中職會 必然是這個各部各派系的大串連等等 我自己身為中職委 你是中職委 你後天要去開會呢 後天就要開中職會 我們今天是禮拜一 我們錄影時間已經是 就接近晚上的時間了 對 我們在這個節骨眼 我沒有接到任何一個訊息說 禮拜三該如何去運作串連或發言 都沒有 那我也問過其他相關的這個中職委說 是不是真的 我們是不是太邊緣了 我們太不核心了 所以我們完全不知道這些事情 我中常委也不知道 中常委也不知道 所以很多這些檯面上說什麼三套劇本 怎麼樣加碼演出 然後初選可能不敗 可能要徵招召開林全會 我猜連黨主席都不知道 近期鎖定新台灣加油 多謝 中間 三千 vuel 沒看到 中間 中間 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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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